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保罗在结束他的罗马书的时候 里面的内容跟我们过去所听到的 从第一章开始所讲的有类似的地方 因为我们讲的罗马书讲的教会的信息 不管怎么讲 基本上我们都是在讲福音 保罗在讲我所传的福音 神能照着我所传的 你所传的 历世历代教会所传的 正统教会所传的福音 那个福音是什么呢 那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保罗在讲福音的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事 就是神从永恒就计划的 在旧约在众先知的书里就表达出来的 只是这个福音 这个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人的罪恶 我们不能了解 我们不能接受 我们不能懂 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当神借着众先知对我们说话 包括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好消息 并不知道这是福音 我们跟街上的人在圣诞节或任何一个时候 劝人来听福音的时候 多半绝大多数的人是嗤之以鼻的 我们是没有兴趣的 即便我们这些基督徒重生得救了 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事也常常还是反感的 或者是觉得没有什么兴趣的 我们不懂 我们拒绝 这对不信主的信心软弱的福音 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奥秘 保罗在这里讲 保罗在以福所书也讲 所以福音是耶稣基督 是就内容而言 福音的内容是耶稣基督 福音是人不能懂的 就奥秘来讲 就我们的理智 我们不懂 我们不懂 我们不信有一位三一的真神 我们不懂 我们不信 上帝创造的世界 我们不懂 我们不信 上帝创造的世界 管理的世界里面 有这么多的罪恶 我们不懂 也不信 神要借着一个童女怀孕 生子来拯救我们 这是奥秘 对我们来讲是隐藏的 若是教会在圣灵的光照下 把上帝的道讲出来 光照了我们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黑暗中的人 我们听到了 我们看到了 我们被打开了 我们就信了这福音 我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 我们就接受了这个真理 福音等于耶稣基督 等于奥秘 等于真理 就它是真实的 就它是独一无二的真实 就它是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真理 福音是真理 这个福音 本来是奥秘 现在传开来了 它有诸多的果效 福音是我们得救 唯一的道路 福音是我们重生 唯一的办法 福音是唯一能够 赢我们进天国的 得永生的 成为神儿女的 福音让我们称义 我们信了教会所传的 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称义 福音也坚固了律法 我们因信废掉了律法吗 断乎没有 是坚固了律法 福音让我们在主里成长 福音最后带我们到荣耀里面 福音是非常有效的 包罗万象的 不过今天保罗 也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比较多 重要要讲的 是福音兼顾了我们 福音让我们在动摇当中 福音让我们在风吹雨打中 福音让历世历代 我们的周围的环境 以及我们自己动摇的时候 福音让我们坚定起来 上帝的恩典 让我们坚定起来 基督徒的生活 一方面是动态的 我们在成长 我们在扩张 我们在学习 我们在发扬上帝的恩惠 另外一方面我们是静态的 我们不改变 我们像山一样 像磐石一样 不改变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也很感谢主 我们会怀疑 会动摇 但是上帝的福音 借着教会 借着圣灵的工作 兼顾了我们 我前天看到一个电视的录影 是辩论 一个无神论 跟一个有神论的辩论 那个有神论 问那个无神论 就是Christopher Hitchens 他问他 他说 你对你的信仰 有动摇过吗 有怀疑过吗 有不安过吗 然后这位基督徒说 我有 我对我的信仰 我对上帝是否存在 我对上帝是否慈爱 我有过动摇 你有吗 Hitchens说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非常坚定 非常坚定 那个有神论就说 你连一点反省的能力都没有 各位在圣经里面 上帝的儿女 我必须说 连耶稣在内 在世上生活的时候 都有艰难 都有问号 都有问为什么 我们基督徒希望是诚实的 我们基督徒的坚定 成长 通通是在风雨当中 动摇当中 越来越坚定 因此我们也越来越高兴 我们并不是在自欺 我们的坚定 成长 也让我们越来越谦卑 因为是主扶着我们 我们不倔强 我们愿意被真理来改变 我们求主让我们越来越坚定 越来越坚固 只有靠着主 得救靠主 得胜靠主 称义靠信心 成胜也是靠信心 都是主 但是如同我们多次讲过的 我们一切靠着主 并不等于我们是懒惰的 我们是不动的 我们是不思想的 刚好相反 我们越是凡事靠主 越是安稳在基督里 越是在基督里面要有安息 我们越有积极的行动 使神的恩典使我们积极 使神的恩典扶持我们在动摇中 能够更加成长 今天我们看到这罗马书十六章 保罗所做的事 以及他所提的人 都也是在兼顾 彼此的兼顾 彼此的帮助 教会的生活 很重要一个部分 就是兼顾 互相的兼顾 我求主帮助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继续的彼此兼顾 当然我知道 我们常常是彼此的动摇 破坏 腐蚀 我们常常是像参僧一样 发出最大的力量的时候 是同归于定的破坏 神联名我们 教会的稀奇 就是在这么多的软弱中 神继续说 地域阴间的权势 不能胜过他 我们感谢主 这些人物 这些教会里的多半 绝大多数我们不知道的人物 他们也兼顾了保罗 也彼此兼顾 当然我们也会受到伤害 彼此伤害 但是我们高兴的事就是 我们最后在主里是得胜的 过程也是会得胜的 我特别想到一个人 就是撒末尔记上23章16节 扫罗的儿子约纳丹 我很想写的人物 讲的人物 一个是约纳丹 他怎么在这种困难中 生活活下去 他有两个最爱的人 一个是他父亲 一个是大卫 在大卫记载约纳丹和扫罗 死了以后 他写的那个功歌说 扫罗和约纳丹 活着的时候 相亲相爱 死也不分离 不是很多父子能够这样 扫罗和约纳丹非常相爱 两个都是英雄 虎父没有犬子 虎子没有犬父 两个英雄 两个大卫说大英雄 可是约纳丹活得非常痛苦 他的父亲对大卫 莫名其妙的 鬼父一样的仇恨 他一点都不能做什么 各位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我们依靠主 主开路 但是我们依靠主 主开路 我们却四面都是墙壁 我们四面受困受敌 基督徒不要做梦 我们活在现实的世界中 我们承认有艰难 我们的信仰可贵就在这里 我不知道约纳丹 他如果有写日记 如果有做诗歌 他有没有像大卫那些 恶心气血的诗歌 主我怎么办 感谢主 他不是在有路可以走的时候 他不是在解决他问题的时候 他去帮助别人 各位你会看到很多的人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 我们并不是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伸出手来帮助别人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自顾不暇 但是神的爱就激励我们 让我们关心 让我们爱人 不是多伟大的属灵人 就是我们这样的人 约纳丹在很艰难的时候 他去看大卫 他曾经跟大卫在分开的时候 圣经讲大卫和约纳丹分开的时候 两个人抱头痛哭 大卫是哭得更厉害 因为大卫更没有地方可以走 他除了依靠上帝以外 我们除了依靠上帝以外 我们没有地方可以走 而我们并不是孤独苦伶仃的孤儿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去会拆圣灵宝会师来 所以我们的信息 固然是我主耶稣基督 可是我们每次也都提到 不能忘记天父 也不能忘记宝会师 安慰鼓励 叫我们勇敢 叫我们有盼望 叫我们得坚固 虽然旧约还没有写清楚 圣灵那么强烈的提到圣灵 但是我们知道他能去 也是圣灵的工作 他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 使他依靠神得以兼顾 可惜了 圣灵没有告诉我们 怎么对大卫安慰鼓励 使大卫依靠神得以兼顾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再一次说 我们很希望 我们周围 我希望你也是 我也是 我们是约纳丹 我们很多时候是大卫 但我们也能做约纳丹 靠着圣灵的大能 靠着那位宝会师 靠着圣灵宝会师 给我们的心理的力量 刚强起来 我们能够对上帝的信仰 对良善的事 坚定不移 那么那是约纳丹 约纳丹兼项顾了大卫以后 当然又要走 又要离开 保罗 保罗 再伟大的信 任何再伟大的聚会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只有一个宴席是不会散的 就是将来我们在天上的 那会越来越精彩 越来越美好 但在这个时候会散的 保罗在结束的时候 就写了十六章 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 先是推荐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 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教会中的女执事 请你们为主接待她 合乎圣徒的体统 她在合适上 要你们帮助 你们就帮助她 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 也帮助了我 保罗花了一些篇幅 来推荐她 我们知道 保罗非常可能是在坚格里写这封信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写这封信 然后她就去了耶路撒冷 而这封信 请坚格里教会的菲比 带到罗马去 她想她先去耶路撒冷 把捐相捐到耶路撒冷 隔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到了罗马 没有想到神拦阻了她 莫名其妙地拦阻了她 让她在监狱里待了几年 耽误了很多的事 这些事都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就跟我们生活中 我们并没有答案 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 很多时候那个万事 万事有 效力是没有 不要灰心 我们继续地依靠上帝 动摇的时候 愿弟兄姐妹帮助我们 我们彼此带导 当保罗去 去到耶路撒冷 结束她这封书信的时候 她没有忘记要兼顾菲比 她知道菲比去罗马教会 是一个长途的旅行 送一封信 她希望罗马教会 能够妥当地接待她 合乎圣徒的体统 有一点含糊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 请你们接待她 像接待一个圣徒一样 就是菲比是很配得到这样的接待 菲比在什么事上需要帮助 你就要帮助她 因为她素来帮助许多人 也帮助了我 这里有一个观念 我要提一下 菲比应该要得到帮助 她对罗马教会说 你们要帮助她 为什么 不是因为菲比是一个女生 孤苦伶仃 不是因为菲比长途跋涩 很辛苦送信到罗马 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因为菲比有需要被接待的地方 所以你们要接待她 为什么要接待菲比 我们讲阴性称义 大概一直都没有提过 什么是义 各位什么是义 现在社会上也在讲 转型的正义 公义正义 justice是什么 什么是义 是对的事 正确的事 当做的事 当得的份 这是义 非比应当得到人的帮助 这是义 为什么 义 简单的说 现代人喜欢讲的是 我应当得到的 那是义 其实应该还有一个部分 你应当得到的 以及你应当做的 你当做的是什么 做了 这合乎义 你当得的 得了这合乎义 那我们现在不讲 你当做什么 我们在讲 罗马书的时候 也提了很多 你当做 遵循律法上 一切的要求 我们也说 我们做不到 所以我们亏缺了 神的荣耀 我们不义 因此 耶稣做存了 我们跟基督的 相信和相连 我们得到了义 好 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不讲了 我们当做的 我们做不到 那我们当得的呢 我们当得什么 什么是你当得的 这就是现在社会上 包括你在政治系 哲学系 社会学系 常常听到的 我有权 要得这个 要得那个 我有我的这个权 那个权 这几十年 全世界 大家都在讲 right 权力 利益的利 我有权 那么你有权 我有我的肖像权 我有我的生存权 我有我的什么 这个那个权力 声音都很大 不过我们要问 是什么东西 让你有这个权 是什么东西 让你有那个权 是什么东西 让你有权 做这个 做那个 我们流行 讲的一句话 各取所需 各尽所能 大家都喜欢用 似乎也非常合理 各尽所能 我们再一次 今天不去谈它 各取所需 你的权力 从哪里来 我看到的流行的说法 这几十年都是 从需要而来 我的需要 needs justify 我得到那个东西 我得到那个东西的right 我有需要 所以我应该得到 各取所需 很合理 可是原谅我说 不合圣经 你需要一个东西 并不就证明 你有权力 得到那个东西 你需要一个妻子 不表示你有权力 拿到一个妻子 你需要吃 不表示你有权力 拿到别人的面包 各取所需 你有需要 你就有权力得到 很好听 但是并不恰当 我们得到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有权力 得到什么东西 不是我的需要 加拉太书六章七节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你有权得到 你所种的 你没有权 得到你所需的 当然这里还有很多 很复杂的东西 包括小孩子 包括弱势团体 他没有能力 去取责的时候 他们应该得到一些供应 但是即使如此 还是要小心 基督徒一定要记得 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 去提供别人的需要 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事 我们要顾别人的事 我们要帮助人 我们要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 照样的行 给人 满足他合理当得的 当得的东西 但是 你有责任去帮助人 不等于被帮助者 有权力要求这项东西 现在社会上太多 我有权力要求 不想想那个权力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也太多时候 我们基督徒忘记 神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当做的 你要提供服务给别人 即使别人不配 但是我再说一次 你的需要并不就构成 不管是多合理多大的需要 不构成 你有这个权力要得到它 那么愿基督徒 平常我们在生活中 多记得一个观念 就是配得这个观念 我配得 我努力得到 当然我们又知道 如果从神的观点来看 我们也不配得到 我们做的一切 都是主在我们里面做的 所以使我们谦卑的去服事 但是那些 对这些服事的人 也应该有当有的帮助 你们要帮助他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他配 我们在讲阴性称义 讲恩典的时候 很少提配这个字 我们都会说 我不配 一点都不错 但是就上帝的恩典 临到我们 我们当把这恩典 发挥出去 你不配 神的恩典 必须使你配 非比被称赞 下面从第三节开始 就讲到问安的话 这个问安 三节到十六节都是问安 很仔细地问安 保罗没有去过罗马的教会 保罗没有去过 但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 显出他对这个教会 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他了解 我想了解的原因 也就是他过去不断地在为他们祷告 我都想到我在信友堂这么久 我能叫出几个人的名字 我能对几个人的需要了解 我们包括基督徒 包括牧者 我们在一起交通 说八卦可以说八个钟头 祷告 祷告不到八分钟 我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对于弟兄姐妹 不是知道他的事 而是为他祷告 保罗知道他们的需要 保罗知道他们的长处 他这一段问安 问了二十六个个别的单位 其中有九位是妇女 有三间家庭教会 有犹太人 有外邦人 一开始问亚基拉百居拉的安 一直到最后 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的安 我就不免有点好奇了 问安是什么 问安 英文的翻译通常是 greeting或者是salute 问安 这里说问 其实原文也毫无问的意思 翻问安可能不恰当 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 当然这已经不可能了 大家已经习惯了 比较好的翻译 或者那个意思 是送安 赠送平安 或者祝安 祝你平安 如果要跟希腊文再连接起来的话 是送恩 我把恩惠恩典送给你 借着这句话 把恩惠恩典送给你 我祝恩 我祝福你能够得到恩典和恩惠 旧约就有很多 新约这句话是有代表性的 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二节 门徒进到他家里去 要请他的安 那家若配得平安 你看又是配子 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 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 人归你们 我们见到人 我们就问安 我们就说平安 犹太人 我们有的时候也晓得 Shalom 我们希望你能得到平安 旧约就有 新约的天使对玛利亚的问安 可能是最有名的 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八节 天使对玛利亚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这位女子啊 你是蒙了大恩 其实三句话都是问安 你是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的安 现在的问安 最普遍的就是早安 Good morning 大陆说早上好 我们说早安少一个字 Good morning 祝你有一个好的早上 下午 Good afternoon 祝你有一个好的下午 晚上 祝你有一个好的evening 我们分开了呢 Goodbye Good分开 Goodbye是什么 Goodbye是 God be with you 上帝跟你的同在 给你幸福 给你快乐 给你平安 上帝的同在 让你在风雨飘荡中 被坚固 问安是给你平安 问安是给你幸福 问安是给你上帝的同在和盼望 等等许多 我们今天所讲的 问安包括 我带着上帝给我的权柄恩典 祝福你 我奉耶和华的名 祝福你 我奉耶和华的名 带着善意 希望你得到美好的东西 我们今天问安 Good morning 早安 纯粹是一句口头禅 不知道有没有意思说 我希望你得到一些好处 可能Good night 还有一点 因为睡眠 睡着了 很不安全 希望有平安 在罪恶的世界 福音带来平安 上帝的同在带来平安 带来稳妥 带来安全 基督徒也带来 非比带来许多的帮助 也是兼顾人 也是给人平安 保罗现在也把这个带给人 愿我们也是彼此问安 保罗把问安的时候 这些人他都很认识 这亚基拉和百居拉 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 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 不但我感谢他们 就是外邦的众教会 也感谢他们 各位这些话都是很简单的话 都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 我心里是很感恩 让我看到这些话 问安 感谢 我们又想到罗马书里所讲的了 当人认识上帝的时候 或者我们这样讲 当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 你可能有各样的个性 但是基本上会有一个 不感恩的态度 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 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我们不信主的时候 我们对世界 对上帝 对家人 对周围 充满了愤怒 我们不感谢 各位我没有说 愤怒不合理 但是如果只有愤怒 那就悲惨了 我承认 我们太知道了 这个世界很可怕 我承认 我们太知道了 我们的家人 有人很可怕 我承认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同学 老师 都有很可怕的时候 难道你不能承认 你也很可怕吗 我们是有很多的事 我们希望能够 能够不要被伤害 能够帮助人 但是太多伤害的事了 可是即使如此 基督徒还是有一个态度 我们感谢 如果不信主的人的特点是 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有 感谢的态度了 罗马书第一章 第二十九节 人不信主的人 心里充满了各样的不义 满心是嫉妒 凶杀 真净 诡诈 等等 那么当基督徒 得到了上帝的恩典 我们不是常常感谢吗 我们有一个态度 是感谢的 我们对上帝是感谢的 我们甚至对这个世界 不敢说感谢 也有一种谢意 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 也有一种 应该是这样 我不是说我们祸悉尼 也不是我们颠倒是非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有感恩的心 在罪恶的世界 有感谢的态度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在上帝所造的世界 存在了 我们就可以感谢 应当感谢 另外罗马书也说 我们应该有个态度 就是常以为亏欠 凡事不可亏欠人 常以为亏欠 这个世界是 凡事亏欠人 常以为别人亏欠他 让我们感恩 让我们愿意用善良的态度 来对人 如果不是不断领受恩典 这些话都是假话 这些话都是假的 空的大话 没有价值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从福音里知道 上帝对我们是何等的好 我们就会很积极的 真实的 像耶稣对那个被鬼附的人说 你回到你家里去 告诉他们 主为你成就了何等大的事 你说主没有为我成就什么事 你活在世上 你能生活到现在 你能认识主 主成就了大事 我们心中要常有感恩的态度 把上帝的恩典 分享给别人 问安 神的同在 问安带来神的同在 提醒人 神与我们同在 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神的祝福也就临到 最好的例子是约瑟 而圣经里面 旧约其实讲了很多个 耶和华与亚伯拉罕同在 与以撒同在 与亚各同在 与摩西同在 与约束亚同在 与大卫同在 但是最有名的是约瑟 我们可能都记得这句话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 并不是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一帆风顺 他不一帆风顺 耶和华特别与约瑟同在 圣经提两件事 一个是他做奴隶的时候 一个是他做囚犯的时候 耶和华的同在 没有免去牢狱之灾 牢狱的无望之灾 耶和华的同在 也没有免去做奴隶之灾 倒是 我的印象是 约瑟做宰相以后 圣经没有讲 耶和华与他同在 我不是说我们做宰相以后 神就不同在 只是神的同在 不是让我们不碰到灾难 是让我们能够度过 而且得胜的度过 但是这个同在 我们又需要解释一下了 神与人同在 就有好事 恩典就来了 祝福就来了 我们的信心就坚固了 神不是无所不在的吗 对的 我们的基本信仰是 神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当我们强调 他无所不在的时候 我们会说 神在天堂 也在地狱 神也跟魔鬼同在 也跟任何一个东西同在 神的同在 如果要成为我们的祝福 必须有一个条件 人 那个人 可慕他的同在 耶和华 我心切慕你 如露切慕西水 我喜欢跟你在一起 请你跟我在一起 那么 在人间 男女朋友相爱的时候 我们很希望 你跟我在一起 在人间 当孩子 小的时候 很希望 父母跟他在一起 他就不哭了 他就不闹了 求神帮助我们 渴慕神的同在 这一点 摩西做得最好 摩西最有这个样子 我也提过好多次 当摩西 在 为以色列的百姓 祈求的时候 他 他说 你不要消灭 这些百姓 这些百姓是 为 的确是作恶的 但请你赦免 在摩西 苦苦哀求之下 耶和华赦免 不但赦免了 在初埃及记 33章 耶和华对 摩西说 一切的祝福 都不减少 你们仍然能够到 流南与密之地 我仍然会把 那些迦南人赶走 我仍然会祝福你们 不过 我不跟你们去了 你们太容易惹我生气了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两个还是不要在一起 比较好 迦南美地照样给你们 路上照样有使者陪伴你们 平安地去 就是我不去了 各位 如果你跟你的 新婚夫人或者丈夫 去维也纳度假 去维也纳度蜜月 好的酒店 好的晚餐 好的音乐 好的不得了 然后他说 我有事不能去了 你是说什么 旅行 居住 长期 短期 最让人愉快的 是那个地方的空气吗 那很重要 是那地方的饮食吗 那也很重要 是那地方的文化吗 那很重要 各位 你去旅行 你住在家里 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就是居住的同伴 是让你快乐的 你跟你的女朋友 相爱的人 在一起 在那臭水沟旁边 一大堆的蚊子 咬着你们两个人 腿都是包 你们两个是相爱的 那个臭水沟 跟天堂一样 那可能你都有这个经验了 像天堂一样美好的地方 因为你心中的借替 跟人的仇恨 好像地狱一样 我们求主帮助 当摩西听到 耶和华不去的时候 他没有很快乐 他说 你不去 我们不要去了 中世纪 很多这一类的圣徒 说这样的话 耶和华 你如果不在天堂 我就不要去天堂 如果你在地狱 地狱就是我的天堂 这有点浪漫 不过我想我们能够懂 神的同在 让我们渴慕他的同在 我们会非常的平安 我们非常的稳固 那么不仅保罗问安 祝神跟他们同在 保罗也提醒他们 十七节 弟兄们 那些离间你们 叫你们跌倒 背乎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 躲避他们 因为这样的人 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只服侍自己的度父 用花言巧语 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 所以我为你们欢喜 但我愿意你们 在善事上聪明 在恶事上愚拙 赐平安的神 快要将撒旦 践踏在你们的脚下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和你们同在 保罗在问安也提醒 我们很遗憾 需要有这种提醒 我们很遗憾 从伊甸园开始 就有一只蛇在那里 我们很遗憾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 有一个是出卖他的 我们感谢主将来 在新天新地 再没有不安的人了 但在现在 还是有 我们还是很遗憾 如果教会要稳固 要坚定 不仅我们正面的 要继续传讲真道 负面的 我们需要提防那些 传讲假道的人 我们需要提醒 我很稀奇 这句话 很少人引 你们的顺服 是非常好的 为你们欢喜 但是我愿你们 在善上聪明 恶上余浊 也就是恶人的 诈骗集团的话 不要顺服 我们求主 让我们能够分辨 能够坚定 愿神与我们同在 二十一节 与我同工的提摩泰 和我的亲属陆求 耶稣 索西巴德 问你们的安 我这代笔血信的得丢 在主里 问你们的安 那接待我也接待 全教会的该友 问你们的安 城内管银库的 以拉都和兄弟 瓜土问你们的安 保罗先问安 再提醒 再问安 这都是感情很丰富 这里 其实像梁三伯 注音台的 十八相送 再讲 再讲 再见 你们有这个经验吗 你所爱的人 跟他挥再见 实在是不想挥 实在是希望 有一根线连着 魂断蓝桥就是断掉了 我们不断 我们继续的问安 神与你也与我们同在 那么这些问安 最后的结论 是神能坚固我们 我们感谢主 神不只是坚固我们 神让我们成长 神让我们欢乐 神让我们有平安 神让我们彼此扶持 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神让我们 仍然在他的保护之下 经历艰难 而所有的艰难 对我们有益处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我们感谢主 愿我们继续彼此纪念 在主里坚固 坚定地扶持 你扶持我 我扶持你 你为我祷告 我为你祷告 我们低头 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我们谢谢你 用你全辈的智慧和爱 在引导你的教会 你的确不撇弃我们做孤儿 你拆下你的宝会师 你赐下你的教会 你让我们在世 等候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传福音 我们到地级史万民 做你的门徒 我们也像启示录说的一样 我们在这么长的日子 我们像新娘子 打扮自己 装饰整齐 迎接我们的新郎 有一天要来接我们 我们是带着迎接新郎的心 在等候你 在彼此坚固 我们何等的喜乐 有盼望 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 因为以色列人曾经像荡妇 等候他的情夫一样 在主的恩典之下 我们动摇的心坚固 我们爱我们的上帝 不但你爱我们 你使我们爱你 不但我们爱你 你使我们彼此相爱 看哪 弟兄姐妹和睦同居 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我们感谢赞美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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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